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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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降来了 李金龙这时候还能听着点 心里话好小子 怎么让我投降啊 这边是有准备的 刘秀这头 那边是没准备的 腰杠这么一拽 李金龙趴下了 马武跟余文化 重建国就冲过来了 把李金龙 马金头龙儿背 带进军营 刘秀立刻升大 刘秀在当中坐下 马武也坐下 把李将军推进来 拉拉坠坠 李金龙站在刘秀的前面 李将军 你说的 你怎么说的 咱们就怎么办 话夫千言 你说 要刚把你抓住 你就投降 现在腰杠已经把你抓住了 李将军是否投降呢 喷 刘秀 这么抓我 我能投降吗 这不是真杀实肯 这就用计 李将军 两军阵前打仗 你是做兵马 你是做兵马元帅的 真真假假 虚虚实实 难道说打仗就不行用计吗 你这不就情辞多礼吗 刘秀 我不投降 大家一看见这小子 那重建国就有心把他 立刻拿刀就剁了 刘秀 刘秀告诉 把绑身松开 又把他绑身松开 腰杠过来 金龙 你要再不投降 可就说不下去了 再一再二 没有再三再四 啪 哎哟 把刘秀吓得一变 腰杠正说着 这李金龙尽不连魂脚 照腰杠搭个里头 这一脚把腰杠就揍出去了 腰杠就是就没气了 这回流出口炸了 好大胆 推出他去 立刻针手 李金龙根本就没在乎 要杀 你快点杀 把手背过去 往外边走 还没杀了你 腰杠那哼哼的 缓过来 没站起来 爬回来 爬到刘秀前面 掉眼泪了 殿下 不能杀了 饶着他 他为什么要跟咱们这么干 不就为我舅舅 都说我爹把我舅舅杀了 两下接仇 说我把西夏少王也打死了 不然的话 他能这样吗 杀死仇 多气恨 不弄带天 你有人家 还是把他饶了 实在你不能把他放走 殿下 把他压在大营里头 您看 行吗 腰杆哭得泪人似的 刘秀心里难受 出于他本心 刘秀根本就不能杀李金龙 放回来 不要见过来 帮把把锤都给他 他没有马 那锤也没拿回来 送他走 让他回去吧 可是刘秀这次把李金龙这一饶楼 在暗中可打动了一个人 谁呀 李金龙的师父杜朗老先生 他心里头难过了 没看着过有这样的君主 也没见过腰杆这么良心好的人 我怎么办 把老头男的当背着手 在树炭子里头来回转 这脑袋都要碰到人家怀里头了 他还没发觉前边有人了 人家对面说话了 他这才战身 一看是个老太太 穿着蓝布的夹脑 补补丁手 拿着个铁拐棍 并发斑白着老太太 营养不良 皱纹堆叠 看这一样走到这晃荡 要趴下 你 老太太说话 站下 站下 你是那个杜朗吗 老人家 您这一说话 我想起来了 铁轨飞仙 李老太太 老太太笑了 杜朗这跪下了 老太太把杜朗 掺起来 两个人在三十年前中原见面 今天又见招 所以说没太认准 杜朗啊 你怎么回事 杜朗就把发愁这事 跟老太太从头至尾说了 问老太太 问老太太 您怎么到西夏来了 老太太就说 我经常给刘秀帮忙 从走南洋 跨古灯山 下老虎那时候 我就给他帮忙 以着到现在 我到西夏来 你说的这些话 我都听明白了 不理金龙那小子 不投降 你发愁了吗 是 我没办法 刘秀太好 腰缸也真好 这君臣都是热心肠 老太太就跟杜朗说 说这个李凤岗 他要没死 那怎么办 是什么 把杜朗说的王侯闹了退 两眼发直 您说什么 老太太告诉 让他坐在草坪上 他也坐下了 我跟你讲 李凤岗没死 怎么没死的 我也不知道 我是上五佛寺去了 这五佛寺怎么回事 我是个谜 我是中原人 我没到过五佛寺 现在我才知道 这个五佛寺 那就是给西夏培养人才的阵地 那就是大本营 我到那去了 我是要看看 究竟里边有什么奥妙 一天晚上 我停了塔里头长须短探 我就偷偷地进了塔了 下边梯子撤去了 我拔手而起 到上边 我看到一个人 碰头垢面 坐在床上 是他 还生叹气 我问他是谁 他是宝刀镜 西夏兵马 元帅 李凤狗 斗独狗听着 不由他往后退身 脖子后的冒凉气似的 真的吗 真的呀 他怎么没死 说没死 是他跟我介绍 我没看着 就在花车下来的 刹那间 少王爷 李凤狗就拿宝刀 爬一顶着花车 宝刀 分下来了 他也一闭眼 就在闭眼的时候 那个速度 他也说不明白 难以形容 说就在那个伤 那个伤臂上 贴树皮的功夫 贴了一个人 这个人非神兴 就裸走李凤狗 直接就落到山剑里头去了 那是谁呢 那就是李凤狗的师父 铁面佛 在乱战当中 杀生之起 谁也没有看到 铁面佛就把他徒弟 带到武夫子 告诉了李凤狗 今生不准他出头 他就把他软禁在那了 这时候杜朗站起来了 老人家 您说的要是实在的 老太太一听 我能跟你儿戏吗 三十年没有见面 除此又相逢 我跟你撒谎 老人家 要这么说 刘秀的江山就能成功了 老太太笑了 成功才好 你打算怎么办 我打算 让李凤狗来 老太太就问 你怎么让李凤狗来 他这个 老太太再三追问 说你想着请他去 还是通过铁面佛 让他到这来 你这些想法都不要想 那根本就办不到 杜朗就问 老人家 老人家 您给我出个办法 怎么能办得到 不是你介绍两军阵打仗了 老太太太说 老太太说 我有个好办法 你的徒弟是李金龙 跟公孙杨打仗 公孙杨那么大的名望 会一马盖三垂 公孙杨可说没对手 你徒弟怎么胜公孙杨 怎么拜公孙杨 在这上头 想办法 你去找铁面佛 你让铁面佛 帮着你研究研究 怎么能够破了公孙杨的 一马盖三垂 你就偷出来李凤高 事先的什么准备 都问杜朗说了 杜朗跟老太太分手 老太太跟刘秀见着了 在老太太来之前 金龙玉的师父来了 正坐那跟刘秀研究 怎么胜大镜昌人 收服李金龙 刘秀愁坏 说老人家 我现在没办法 我对不起李凤高 我就是对不起所有的人 你说这个李金龙这么厉害 我怎么办 老太太说 很快他就得投降 说另外说 这个李金龙现在打仗的事 提不到这话头上了 主要还是大镜昌人 刘秀一听那还用提吧 李金龙咱们都受试不了 大镜昌人也就更打不了 老太太说 肯定打得了 刘秀就问 怎么能打得了 老太太说有四个人 这四个人集中到一块 肯定打败大镜昌人 游亮游飞龙 刘秀温 哪四个人 说同一个 那就是李金龙 他知道膝下一切的事 他完全掌握 第二一个 马武的屋爷封千郎 胯下宝马 闪电 不弄烟总兽 十一对八棱 亮银赞花锤 那厉害 再者就是四保大镜 公孙杨 宝盔宝甲 宝锤宝马 刘秀就问 您说四个 那个是谁 说那个 你忘了 马武的儿子 小马武啊 刘秀一声苦笑 说那小马武 被人家抓去了 怎么回事 现在咱们弄不清楚 我一点不知道信息 老太太就说 不久 他就要回来了 公孙杨会 以马盖三锤 请你路人家 给我帮帮帮 研究研究 怎么破 这以马盖三锤 铁面佛之秀 同意了 先住下 歇一天两天 然后商量 杜郎在这住下 那时候那李凤狗 究竟死没死 他没死啊 老高人贴壁树的功夫 在那山上贴着 就在李凤狗 要死的一刹那间 是真的那么样 把李凤狗带走的 回到这来 永远不让李凤狗出头 人家这个武佛寺 是培养人才的大本营 吉地 明面说叫武佛寺 这里头没有多少出家人 到晚上 杜郎 跟李凤狗见着了 李凤狗在睡梦中 赶紧窗头来人了 谁 李凤狗慢慢坐起来 他刚要问这边 拿手 要把他嘴给他捂上 那个意思 别大声说话 你 谁 兄弟 是我 话没说完 老杜郎眼泪下来了 就没能想到 李凤狗他没死 骚这个 最软劲起来 可这老高人怎么回事 你怎么对你徒弟这么狠 兄弟 赶忙下床 老哥哥是你 一看是杜郎 你怎么到这来 杜郎 前前后后 就跟李凤狗 宝刀大将 介绍明白 那前几狗跟我说啥 李凤狗死之后 他让他徒弟 下了山 到两军阵前 给爹报仇 徒弟跟刘秀见面 咱们铁栏关 刘秀跑 把这些个事 刘秀又几次抓住他儿子 怎么放着 他儿子有什么样的危险 都说了 都说了 刘秀也在乡 刘秀也在长说 两下奖和把往往所有的人完全绑上 交被刘秀 交被刘秀 两下打仗 这事也就算完了 老百姓 老百姓免去涂炭 当官的免去刀兵之劫 兄弟 你不同意吗 老哥哥 我同意倒是同意 我想下这个塔 我都下不了 下他把梯子撤了 兄弟 我来都准备好了 绳子在腰里头 说着绳子拿出来了 老哥哥 天地君亲师伟大 这样一来 我能对击我师父 兄弟 到什么时候 为国家 为你的儿子 为刘秀 你就跟我走吧 老杜朗把李凤广的腰捆上 慢慢的 把他细下去 杜朗下来 把绳子扔了 李凤狗现在走到 走得太快 为什么 他老在这里头待着 他不断练 他又不练武 力量也减退 脚步也慢了 兄弟 跟我来 两个人孽族千宗 离开了五佛寺 等一离开这 要是撒腿就跑 那就不管这那 吃早饭以后 就听后边看 杜朗 那里也走 杜朗 虚然狐一通球 一哆嗦 谁追来了 铁面缝 杜朗拽着李凤狗的手 两个人撒腿往前跑 杜朗一看 跑不了 李凤狗跑得慢 他不是部下降 他是马上降 要加他现在体力不行 那能跑得了 杜朗没办法 把自己的大衣绳 留起来 也好 他把李凤狗背起来了 老人家 可这一孩要 实在陆地 飞腾收场 跑不了 为什么还跑不了 不管杜朗他有多么高 他的力量有限 他背了一百多斤个人 后边人追 他能跑得了 另外说 还分谁追 那叫铁面缝 他能交出来 宝刀将李凤狗 他能交出来 大镜常人 可见他的武术 登峰造极 炉火春青 那不是往阴弓 他还有阮弓 陆地飞腾出 杜朗 听后不喊这声音 是越来越近 可怎么办 信你的话 谁能给我帮忙 前面是山头 山头的是三路口 三个道 他一想 我怎么跑 我是抄劲跑 绕圆跑 绕圆跑是奔铁篮关那个道 要抄劲走 现在我跑的是弓辈 人家追的是弓弦 还要跑不了 刚一鬼山头 杜朗就是把李凤狗撂起了 泄气了 跑不了了 为什么 京西招展浩带飘扬 上打一把九曲 玩把萧金三 三峡赵州 萧右马 马圣人 带王文春龙袍 犹豫带跨宝剑 红脸堂 画白胡子 西峡大王 火力胜 这西峡大王干什么去 上武佛寺 也是要研究研究 军签打仗的事 说现在这个李金龙 据说被汉将抓住 放回来 究竟怎么回事 就是让武佛 要给想个办法 拿拿主意 可这一到山头 这碰李凤狗了 大王勒战马 发愣就听那边喊 别让他走了 接着 李凤狗也看着 大王就在眼前 众将官微随左右 回头看看 老哥哥在自己身旁 这位哥哥 我们俩是知心之教 他给我教育儿子 他给我帮忙 一切他都为我招行 哥哥呀 那么的 那咱们哥俩 可就要同归于尽 铁面坡追到了 大王下旨意了 把他们围起来 老佛佛 究竟 俗应何不 别说别的 先把他们俩绑上吧 绑下来 那杜朗根本就没反抗 他为什么不反抗 他反抗没有用 这么多人在这 他反抗也是死的 所以说把哥俩就绑上 老佛佛的意思 立刻把他们俩堕落 大王就问 为什么能舍得堕李丰狗吗 第一是他亲妹夫 另外说两个人在一出 那么多年 给他当兵马元帅 当过镇成大将军 两军阵 据说他为国捐去 现在又有他儿子 在两军阵当兵马元帅 正为他来拼命 今天不李丰狗之色 岂有此理呀 老人家为什么 不要读 不 你不说清楚 我怎么能把他致死 李丰狗 他有意涛降流秀 道打西下 你明白了吗 老人家 那一定回到铁栏关再说 大王告诉 压着回铁栏关 铁面府也跟着 回到铁栏关了 到阴安宝殿大王坐下 把李丰狗推过来 问李丰狗 双凤山的是索英河 李丰狗 一字没有隐瞒 都说了 说我没有投降流秀 我是跟少王爷商量 两下讲了和了 把王那些人绑上 两国也就霸占了 结果少王爷 非要制死我 后来我们两个上山 上边放花车 经过就是这样 王爷不应该给王王帮忙 现在我还是这个意思 如果王爷同意两下讲和 我可以直接去见优秀 大王没听见李丰狗这些话 丰狗你是我亲妹夫 你儿子现在是兵马元帅 你说的这些个 我不赞成 我不能相信你的话 打了这么些年仗 就算拉倒王爷 那你不相信我也没有办法 你真坚持你自己的主舰 你真坚持你自己的主舰 王爷 头断血流 万死不曾 大王听到这儿 这我实在压不住 到这个情况下来 你还要坚持你自己的主舰 来啊 把他们两个推出去 把他们的主舰立刻斩手 优秀